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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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就 來 請坐 餵 來 來 我們宣布 開會 正式開會 進行今天的一個協商 那麼今天的協商 是由國民黨黨團 在昨天發了一個文 主旨請蘇院長 盡速針對 南海主權仲裁案 立即召集朝野黨團學商 言商邀請 蔡英文 總統立即 副立法院 進行國情報告 相關事宜 請查照的案子 另外親民黨 也要求 針對 南海主權仲裁 立法院 能夠有一個共同的聲明 是這樣子吧 所以我們今天就針對 這兩個議題 來 做 這個協商 那麼我們首先就針對 南海主權 相關的仲裁案 立法院 共同聲明的部分 來做為 第一個協商的 這個提案 那麼我們現在就 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能不能請親民黨 這個是你發動的 來 來 我想喔 最主要是當初在2015年的10月29號 那個南海仲裁庭 他就是接受這個仲裁的這樣子的一個文件 那一天開始 那其實我們就覺得在南海的一個主權的問題 這個就不容這個就是說在仲裁庭做出的怎麼樣子的一個判決是未知數 那可是我們必須要強調的是我們國家該有的基本的是我們的主權的這樣的一個一個訴求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就就提出了這個南海仲裁的這個共同聲明 那後來再經過一次的草野協商 我記得是在4月 4月份 4月17號 召開一次的草野協商 那其實草野大概各黨大家原則大原則都沒有反對 那只是對部分的文字的修正 有他的看法 那我們也針對這個部分也做了一個修正 那恰好在南海仲裁判決出來以後 那我們覺得是更應該現在特別是 我們國內的整個對主權的這樣子的一個民意的一個高漲 那大家也覺得這是我們國家基本的領土 所以在身為一個最高的民意機構的立法院 應該在最重要的時刻 然後代表人民要發出他的一個聲音出來 所以我們才會急迫的 因為特別是今天是院會的最後一天 所以我們才會急迫的昨天趕快召集再一次的協商 能夠取得共識 那這共識如果大家都可以的話 今天是院會的算是最後的一天 能夠在這個時間點 然後在我們國家的最高的民意殿堂裡面 發出共同的聲明的話 我想這個也是不只是對內對外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個聲音 在這個地方做簡單的報告 好 謝謝 好 謝謝李委員 他的建議是立法院能夠在今天提出一個共同聲明 好 那這個國民黨黨團也針對這個議題 要求黨團協商 能不能請國民黨在這邊也說明一下 好 院長還有我們各黨團的委員 基本上我們今天要求協商的一個目的 主要是針對邀請蔡總統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這件事情 那當然親民黨那邊是針對南海岸的一個仲裁的聲明的要求 那國民黨團這邊是基於這段時間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甚至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陸續發生熊山霧社的事件 然後這個南海仲裁的結果 大傷我國的主權 還有國家的利益 那這些都是涉及到總統最大的三大領域的職權 兩岸國防外交 都是總統直接領導 而且也涉及到國家未來的大政方向 那南海岸雖然是仲裁的 但是未來整個情勢長 什麼發展 其實他在演變中 那我們身為這個區域的一個國家 這些變化其實會影響到我們深遠的國家利益 那我們覺得是有這樣的必要 邀請總統到立法院來做一個國情報告 那特別這都是他能夠主導的這個範圍 那另外根據我們的憲法徵修條件的規定 還有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邀請這個總統來做國情報告的 雖然說過去以來還沒有這個總統來做過這個國情報告 但是也曾經討論過 只是說這個協商的結果沒有達到一個共識 那我們覺得說這一次其實也是一個開創先例的機會 所以我們特別提出來請院長來召集今天這個協商 德烏兄 我想我們來做一些補充 因為海牙法庭這個仲裁以後 我們的太平島變成礁 我想站在不管再朝再野的立場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不能接受 那尤其啊 島跟礁我們都知道 島就有200海里的經濟海域區 但是礁只有12海里 那現在接下來那些漁民的生存權 他們是很重要啊 那其實在當下 這個我認為到現在為止 這個蔡總統他也從來沒有提過U11段線 那我認為說其實站在維護我們國家主權 國家尊嚴我們的寸土都不能讓的立場 那我認為這個應該蔡總統 這個我們一定要他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創造憲政慣例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為什麼這麼講 你看那個日本的蔥之鳥 他一個確實是一個礁 他只有九平方公尺 那這九平方公尺 他都說他是一個島 他還要延伸到200海里的經濟海域區 但是我們確實是一個島 裡面可以這個住人 有淡水 養牲畜 還可以種菜等等 還有電 你說難道我們那個不是一個島 那今天仲裁結果變成一個礁 你說我們沒有強烈的去主張 強烈的去要求 我相信全國的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說站在這個維護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其實不管今天再朝再野的立場 我們對外 尤其主權的立場 我們應該要一致 不能有說這個 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因為畢竟這段時間大家都很清楚 人民的感受認為說我們好像是美國的 這個他講東我們就跟著東 講西就跟著西 就變成他們的俄王帝一樣 我認為那個實在是不倫不類 因為這個自始至終 菲律賓去提出仲裁 那結果到最後在海牙法庭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個是美國在後面有策動 才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但是我們是輸家 今天我們輸家 你說仲裁結果 要是我們沒有去做強力的主張 強力的要求 我相信全國人民是不會接受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 國民黨團在這裡 強烈的要求就是 蔡總統一定要來做國情報告 因為我們都知道 總統他的管轄就是 國王外交兩岸事務 那既然我們的疆土 今天人家把我們導遍交 那當然我們一定要有強烈的去要求去捍衛 我想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 來總統來做國情報告的話 就創造憲政的一個慣例 以上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能不能舉世代力量這邊 好 來 各位黨團 今天我們應該從程序上來談 來談時內容 我看今天是由國民黨黨團 與親民黨黨團提出 有關於總統做國情報告 那此為例 親民黨團對南韓結議的文的關切 在上一屆也曾經提出過 這一屆也提出過 那昨天 有 親民黨團主持 超越協商 沒有結論 當然 因為這個是何其是重大 然後轉移給 轉到今天我們市委員長來主持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安排 這是第一點 我想這一部分大家應該比較沒有語意 由於國際仲裁出來 對於國家主權與權利 海域權利等等問題 我相信 超越都一致的立場 這個是比較 我想我們公司上 等一下文字上應該怎麼才顯現 這可以好好來談 有關於第二項 總統來做國人報告 這邊看起來是兩岸一岸 差不多是一樣的 總統也是來報告這個問題 那總統的立場和聲明都很大 這段時間報告媒體的批評要做多 那我具體比較建議 就是說 分開海先 先來處於 南海 這個結議文的問題 那南海結議文的問題 那我們本黨有背一個文 那 親黨也有一個文 大家把手背的文拿出來 大家看一看 我們起最大公會處 當然一個立場 我想相信都是一樣的 朝鮮都在一次上 那我們應該 應該怎麼樣來表達我們的立場 這是立法院不可後面的責任 至於 只要這個 這個 南海結議文處理好以後 接下來加一個議題 總統做國權報告 那總統做國權報告 我現在稍微簡單講一下 總統做國權報告 當然這個 這個 在憲法政策條文第四條裡面寫得很清楚 總統在每一個 每一會期開始的時候 得來向立法院做國權報告 這是得 這是總統的主動權 另外的途徑當然是 大家都很清楚 立法院執政行司法 第15條之一 就是這三至四 所有相關的事情都規定很清楚 以歡迎也可以邀請總統做國權報告 那在立法院這麼多年來 各位 我相信在總統做國權報告的合議慎重 那第三件事的時候 李登輝 李登輝 前總統在當總統的時候 民運黨黨才有證保親也曾經提過 大家連鎖 後來不了了事 民運 八百埔執政時期 乃至於 最近八百埔執政時期 也都 這個議題曾經在立法院不斷提出來 但是從來沒有 沒有處理過 當然這裡面 我還是要稍微點醒一下 我們第一個照相關規定來處理 那至於 這個規定很清楚 立完結議當然 他必須來 總統必須來 立完結議要怎麼結議 當然有人去承信委員提案 到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以後 共同結議 當然討論事項以後 通常有交流學廠等等 照議事規則來就好了 因為議事規則 這樣執政新聞寫得這麼清楚 數五條之一 哪裡一定要有結議 我們宴會有結議 再來就是後面的後續的相關處理程序 從第四五條開始都顯清楚了 那程序委員再重新安排 再用一個程序送來宴會 因為他沒有意見的時候 當然總統必須來 那來的時候他要怎麼處理 然後各黨的政黨比例 那有發言的時間 那總統到最後 我們報完畢以後 各黨可以提問題 提問題總統得著這些問題做補充說明 就大概我們的程序大家都很清楚 各位 那這樣的情形下 所以看得出來 過去為什麼都沒有成功過 剛剛在查說要不要急問急答 基本上 那這個問題都是做政治操作的時候 當兩黨都要對立到一種程度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會浮現 就浮現 這麼二十年多年來 這個問題都是這樣的時空底下 當然是國家有這些形式 那為什麼都會沒有成功 那當然我們第一個 這個我還是認為 照聽出來就好了 今天是差不多一天 沒有公共憑空長出一個案子 丟在宴會裡面 大家很清楚 這個大家先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認為 以前南海捷運文先說得好 大家覺得都很滿意 我們再來理性的來談 後續第二個問題這樣好不好 這樣澄清 但是我師父請主席 我們有一個結議文請大家參與一下 可以應給大家好不好 好 請各黨給我提 等一下讓各黨團都表示 各黨都有提的 我們大家來對一對 好不好 我想這此日此刻是一個大家 非常冷靜來面對的時刻好不好 好 來現在請時代力量黨團 許醫委員 我們是絕對支持立法院發了共同聲明 我想這個立場是很清楚 那由院長來召集 我想這更慎重 因為我們之前 關聰之鳥也是院長來召集 那第三個 因為民黨黨團跟親民黨黨團都有版本 那我們也非常樂意在這個版本的基礎上 大家共同來討論 那關於總統這個做國情報告 其實根據這個我們15-2 15-3 就在院會的最後一天 其實在程序上其實是比較難 那就像先進講的 要創造憲政慣例 我覺得應該非常慎重 來討論這個事情 最後一天 然後聽說又有好幾百個 並更議程的案子 這個院會 這時候要總統來 那15-2又講前三天就要書面報告來 我想這個程序上都不可行 那我們也不排斥說 未來臨時會 也可以有這樣案子來提 可是以今天來討論 實在是太衝觸 程序上是有問題的 好謝謝許委員 好來 我想喔 其實 這個蔡總統要來做國情報告 哪裡也不可能 只要朝野取得一個共識 我認為 我知道 不是 我請我還要表達一下 取得共識 我認為說 這個也是提升我們整個立法院監督的一個 一個層次 而且 上次其實 馬錫會過後 馬總統也要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他願意啊 但是那時候 就是在野黨 極力的反對被割 甚至於他們提出說一問一答 那馬總統還說 那你們五個人問了以後 我來一併做個回應 他願意接受 他並沒有排斥也沒有反對 我認為 這是 針對我們的整個 國土整個疆域 那要是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也創造憲政的慣例 我認為這個是 只要我們朝野 大家達成一個共識 我認為這是 何謊不可 對不對 那 甚至於我們 今天 除了共同聲明 等一下大家 把版本拿出來 探討研究一下以後 這個部分 我認為應該是可行之道 因為 畢竟 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島變成礁 你說今天要是總統 沒有來這裡 對不對 將我們的這個問題 來說清楚 講明白 未來 要怎麼做 怎麼來維護我們的疆域 我認為這是全國人民大家 共同關注的 那 到現在為止 總統我只有發了一個什麼聲明 那也沒有開什麼國際記者會 來宣示 甚至也沒有強力主張說 那我們一定要去登島 對不對 去 宣示我們的主權 完全沒有嘛 所以說我認為說 像這種 這個 大家 在協商過程當中 我認為 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是 大家可以研究 因為 我認為我們是對外是一致 對內怎麼樣不管 但是這次完全是對外 所以說這一點 請主席 您把它納進去 大家來研究 好 等一下 我們就 等一下 針對剛才 應徵政府委員所提的 總統的說明 事實上很清楚 我想 再重新看一下 都很清楚 但是這個 這個南海的問題是 特別敏感 特別敏感 總統對於國家的 整個國家安全 他是很堅定的 而且看法 我相信大家可以 重新看那個問題 再來參考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看看 好不好 好 那我就 針對各黨團的發言 稍微做一個整理 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立法院的共同聲明 我看大家好像 都全部支持 只是內容的問題 好 針對這一點 我是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共同聲明 當然這個是最好 那只是就是說 你共同聲明的建立的基礎上 因為我們這是有他的 當初提出來 在包括整個的 整個我們經過一讀二讀的這個 然後後來朝野協商的這個文的修正 應該是用這種方式達成朝野的共識 而不是說你今天 今天來了以後 你拿一下我拿一下我拿一下我拿一下 我給你保證 今天不會有錢 我告訴你 等一下 一個一個來 好 好 這個李宏金這個想法 當然我們也可以接受 所以今天我們事實上 列了兩個文 對 這個文就是 真的列文 我改看 你看 可以接受 我還有一個 就是 比較簡單 立場堅定的 幾個重要的立場 沒關係 因為 有每一種的想法 我們都尊重 大家冷靜來講 沒關係 好來 請防衛委員 沒有 我其實並不反對那個 洪軍兄 所提的建議 那只不過說 我提醒一下是說 洪軍兄 親民黨團的朋友 之前所提出來的聲明 主要是針對去年 管轄權的裁決 所發的聲明 那我們今天在面對的 其實是本案的裁決 就是他那個標的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那 把這個 沒有啊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問題的層次 釐清楚以後 我這樣講 並不是代表說 我要反對 用你的第一稿 只是說 我們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本案的裁決 大家如果仔細的去看 將近五百頁的仲裁文的全文 你會發現 他比去年管轄權的裁決 複雜的 非常非常的多 那甚至在國際法上 在國際海洋法上 到底要怎麼詮釋 這樣子的仲裁文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當然 我們立法院 作為我們最高的民意機關 在這件事情上面 表達嚴正的立場 去捍衛台灣應該有的權益 這個時代力量是絕對支持的 這個這樣我聽起來不衝突嗎 基本上只要 親民黨黨團的提案的內容 能夠符合現階段的南海的仲裁案的內涵 能夠一致 其實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總是要有人來處理這個內涵 這個文的內涵 那 我們拿出兩個版本吧 每次宣傳再看看 好 那可以做參考 現在 親民黨有沒有 那個時代力量有沒有 來版本拿出來 都看一下 你們大家看一下 搞不好看大家 搞不好看大家 搞不好一看大家 就決定OK了 也OK嘛 好來 好來 又欣 好來 就是兩份大家比較一下 再比較前誠一下我再說明民進黨 我是覺得這個文 沒有那麼認真 今天大家看得到可以解決 不是你的建議是怎樣 我是覺得讓國黨的拿回去 那你今天不處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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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喔會喔 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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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這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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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路超越鄉 先路超越鄉才進入報告事項 我們就開始大家閉名去 等一下都沒去喔 一到進入下午就 我們大家閉名都沒有了 就沒有了 來來 這處理要給你閉名喔 都要閉名喔 我來 要不要我來請議事 議事處 針對兩個文 個別多練一遍 讓大家看哪看哪 可以退位 這樣好不好 那個處長 是誰來 先念親民黨的共同聲明 再讓 再念民進黨的共同聲明 誰 好來 好來處長 新的新的 好來開始來 好來請 院長各位委員 那我先宣讀 這個有三頁的這個 然後上面我們有標民進黨 這個第一個 這個南海決議文 那其實它是一個聲明 對 對 OK 幹事長 好來來來來 我幹事長 好來 南海決議文 暗遊 針對菲律賓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所提起是南海仲裁案 常設仲裁法庭 已經在2016年7月12日做出判斷 中華民國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 鄭重聲明仲裁庭相關判斷 我國絕不接受 建勤本願做成向國際之聲明如下 一 中華民國對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 享有國際法及海洋法上之權利 仲裁庭的相關判斷 特別是關於太平島的島嶼地位 已經嚴重損害我國在南海諸島主權 其相關海域之權利 台灣堅持太平島的島嶼地位 因此絕不接受仲裁庭的相關判斷 二 本案仲裁庭的審理過程 從未邀請中華民國參與仲裁程序 也會征詢我國意見 且本案的判斷也對台灣在南海之海洋 權力造成明確且嚴重的損害 因此中華民國主張仲裁庭的片面判斷 對我國不具任何法律拘束力 第三 中華民國不支持 以武力解決南海爭端 任何爭議都應透過多邊協商和平解決 避免南海局勢惡化 我國願在平等協商之基礎上 與相關國家共同促進南海區域 這和平與穩定 並在海洋環保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 搜尋與救助打擊跨國犯罪等領域進行合作 四 立法院各政黨一致重申 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權利 屬於中華民國所有 任何行為若損及 中華民國在南海之主權與權利 中華民國一概不予承認 也不會讓任何損害國家利益的情形發生 以上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 來 親民黨 洪軍兄 你們要請議事處來練 還是你們自己也要來宣讀 好 來 那請處長 他有一個新的 新的 好 來 請 親民黨黨團 所擬的 立法院朝野黨團對於南海仲裁案之共同聲明 本院親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國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鑑於南海仲裁案嚴重損及我國主權領土完整權利 危及南海區域和平 本院各黨團發表共同聲明如下 針對2015年10月29日入非南海仲裁案仲裁所做之管轄權裁決 中華民國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 懼租 據諸事實法理 謹依我國之領土主權與國民授權 做成向國際聲明之國會決議如下 一 無論就歷史 地理及國際法而言 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 中沙群島與東沙群島 總稱南海諸島及其周遭海域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海域 中華民國對該四群島及其周遭海域享有國際法上司權利 任何國家無論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張佔據 或任何國際仲裁之片面決定 中華民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 二 南海諸島中有關太平島 中華民國以持續實質占有 有效統治超過半世紀從未間斷 島上駐班民生行政及軍事建設備具 2008年及2016年 我國家元首陳水扁總統及馬英九總統 均親往太平島視察駐守人員及島嶼建設 確定我國主權佔有事實 有關太平島中洲交集東沙群島等南海諸島主權歸屬 如前所述 向由中華民國政府不間斷辭職佔有 有效統治代無疑義 絕非任何其他國家或任何國際仲裁所能挑戰或改變 三 有關上述我國擁有之南海諸島 包括太平島之主權 中華民國政府從過去到未來 將持續進行對外及對內兩方面之主權維護行動 對外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將持續 積極向國際社會宣達我國南海諸島主權相關文件 太平島島嶼地位要件及其享有海洋權力之證明 以及我國實質佔有有效統治太平島東沙群島等事實證據 避免其不變真實混淆視聽 並向歷來無權聲索我國主權島嶼之相關國家 持續宣示我國絕不動搖之主權立場 對內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將更序進行太平島之一切行政與建設 包含強化駐軍鞏固軍備學術研究觀光旅遊民生設施交通通信環境保護 資源探勘等所有項目橫租歷史正租事實 太平島為天然島嶼而非交言 國際法庭的裁定顯然有偽事實 中華民國政府與全體國民無法接受 上判南海相關各國本於和平共享之理念 放下武力解決企圖 多方折衝協商 共同尋求可長可久的共同和平發展之道 以上 好 那 針對剛才所讀的兩個版本 那大家 來 大家好 我表示一下意見 其實剛剛兩個版本對照下來 事實上這個親民黨的版本 它的描述是比較詳實的 它包括從整個歷史地理 這樣子做充分完整的論述 而且第二點 提到我們實質的在這個島上面 就是民生行政還有軍事建設被拒 但是我建議 就是說最近大家在質疑它是不是島嶼 那昨天國際法學會市長他們也召開相關研討會 他們指出來陳述的一些事實 他們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述 如果大家昨天有聽整場研討會的話 我們作為中華民國 我們去爭取我們太平島島嶼的地位 應該窮盡一切方法 任何事實證據都可以證明的 都應該要含瓜在內 所以包括歷史的全是地理的 還有就是實質上面這個島嶼 譬如說這個它日產65噸水 這個是菲律賓挑戰我們很質疑很大一部分 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要加上去 還有實質 大家知道它有養雞 養羊 種菜 二十幾種的這個農作物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就當國際在質疑我們 我們有能力要提出一個論述跟主張的時候 應該用盡一切方法去描述去證明去論證 如果這個是立法院的共同聲明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親民黨這個是已經蠻完整 但是基於這些的事實 包括昨天國際法學會這些意見 我覺得如果可以再融進來的話 那基本上那個 我覺得是還蠻有力的一份 我講一下好不好 我想大概先確定一下事情 就是說我們今天發這個聲明 是代表國會在這件事情上面 表達我們的態度跟立場 還是說要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來進行完整的論述 如果是要進行完整的論述的話 那我真的強烈的建議 可能回去還要再多寫一些東西 因為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當初遞到海牙法庭的東西 我事實上大概已經敗讀完畢了 那他們在他們的仲裁裡面 當然有一些指責 那些指責我們也不完全接受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先定性清楚 今天這個文件 它的定位是什麼 你如果說要針對我們在南海 擁有的權利要進行完整的論述的話 我看可能要 還要做相當相當非常大幅度的補充 否則不足以克其功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我看完仲裁的部分 現在對我們來講 比較大的部分是說 從島的部分 然後變成交 但是對於那塊太平島 我們事實上享有主權這件事情 我在仲裁裡面倒沒有看到 有反對的看法 這個是第二個 可能我們在面對仲裁案的時候 必須要比較清楚在定位 我們在討論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第三個部分 是我剛剛看完兩份聲明以後 對洪軍兄沒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不過我覺得可能民進黨他們 寫出來的聲明是比較貼近 現在的國際法跟國際海洋法裡面的規範秩序的 那只是說在民進黨的聲明裡面 我時代力量的立場會認為說 看會不會再強調一件事情 強調的事情是說 今天所涉及的如果是以這個仲裁來講的話 我們遭受侵害的 不是只有程序上面參與的權利 因為那個仲裁案事實上荒謬的地方是在於說 涉及我們的權利 我們是沒有被當成是當事人 甚至沒有被當成是第三方 在這個程序上面有任何充分供給防禦的機會 那竟然去做出了數外裁判 也就是不在當初他們所提出的 那15項請求的範圍當中 而去影響到我國的權益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第二個是 在那個仲裁文本身當中 對於我國主權地位 事實上在文字的描述上面 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減損 因為他寫台灣Asthority of China 我個人是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在仲裁文用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指涉我國 這個我簡單講兩個文 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內容我想是另外一個層次 最大兩個文 最大的精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這個文完全就是否定了仲裁 我們也不承認這個仲裁 然後這個仲裁 他根本也不可能會邀請我們 基本上他就本來就不認同我們 他不認同我們 我們幹嘛去承認他 所以這個文的基本精神 我們的文的基本精神 我們就是否定了這個仲裁 那民進黨這個文說 你要徵詢我國的意見 他怎麼會來徵詢我國的意見 他從頭到尾就不認你中華民國 那你還去說你要不要來徵詢我 所以這個兩個文的最大的 基本的他的精神不一樣的地方 這也呼應一下我們 我們黃國璋這邊 史黛麗這邊 所以這個兩個文的最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是 一個是國家的自主性 主體性 一個的話就是 就是完全的否定了這個海牙的重災 我們完全否定你 我們也不認同你 這個是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做這個報告 謝謝 感謝各位委員的發言 有關於親民黨所提的這個 共同聲明的部分 站在我們的立場上 非常的支持是在於 對於管轄權的論述 那我們會覺得說 今天我們要提的這個 南海決議文 整體來講 是維護我國在南海的主權 那其中是包括一個太平島 不能只針對太平島提出我們的看法 那裡面有一些文字的論斷 第一個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 常設法庭的部分 我們認為放進去 畢竟跟國際法庭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中國跟菲律賓之間的仲裁案之間 所提出有關於 他們基本上是鎖定以黃岩島為主 所以整體而言 我是建議就是說 包括這次國際 因為親民黨所提的是 在2015年10月29 對於我們管轄權上面的論述 可是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對我們國家 在整個南海的 不管是島礁 或是其他整體上面 主權的論述的部分 我們是缺席的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 對我們的缺席 提出我們的抗議 否則我們就會 被整個國際社會邊緣化 所以才會有提出 這個南海決議文裡面 包括整個程序裡面的主張 那第二個呢 我們為什麼會把這個 所謂的 包括什麼東沙、西沙等等 這個在原來的親民黨團的部分 把它濃縮變成是只有一個 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的部分 是因為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主張是和平來發展 對 我的意思就是 不要特別去點出 所謂的島 或是怎麼樣的部分 是 我覺得這段 是不是可以親民黨團同意 那第二個呢 我覺得我們同意 那個剛剛時代力量所說了 在這次他所用語裡面 他提出台灣Authority of China這個部分 我是建議要加在我們立法院的 這個共同聲明裡面 對中華民國政府這幾個字 幾乎是完全被忽略掉 那同時我也要特別提到 就是說 遣詞用字的部分 而且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的 還沒有出來 從頭到尾都是中華民國 不是 我是說要提出抗議 提出那個台灣Authority of China這樣的抗議 所以我的意思是 程序上 對我們的論斷有不公平的部分 我也覺得在政治上呢 要就這個地方提出 四方我打個岔 其實這個 我們不要去細節打轉 基本上我們去打這個 針對他的仲裁的內容 還有包括仲裁庭 我們基本上我們去否定他就好了 我們不承認他 因為我們也沒辦法成為他的 那個會員要 各方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跟他的仲裁庭在那邊打轉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我們的基本精神 我也覺得我們大家應該要有共同的論調 就是我們不承認他 他都不承認我們 我們幹嘛去承認他 我們也否定他 因為他都已經不 你剛剛講的 他就已經把我們台灣看成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幹嘛去承認他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就是否定了這個仲裁庭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就否定這個國際國際判決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是在大家朝野 應該共同一致的基本立場才對 所以他的內容我們理都不用去理他 因為我們已經否定他了 否定他的這個仲裁庭了 那我們就不要去談他對我們的內容 我們從頭到尾就是否定他 我們只是強調我們的主權 應該用這種精神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子啦 對不起我來表示一下個人的意見 這個共同的聲明 有兩個版本 要針對這個版本 每一個段落意識來琢磨 要來達到共識那非常不容易 應該是有一個好 假設我們是以親民黨的版本為主 那要修正增加什麼 還是要哪一句會損及中華民國的利益 要把它刪掉 那這樣子就比較容易整理啦 不然喔 補高三點也補不了 好 我現在就是要表達 我想我要表達就是說 因為今天這個版本 尤其朝委協商是親民黨來主持 所以說我們認同 因為我們是經過程序 而且這是經過院會聲明以後 這個等於是立法 宣示我們的主權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今天要是大家只有寫一個聲明稿 共同聲明 那個喔 也不過意義不大 但是最重要 我們要是經過親民黨 你有政治的程序 經過這樣 像是我們一個立法的過程 我認為還是以親民黨版本為主 你要是認為哪些字眼 像剛剛這個民進黨有提出說 可能幾個島點出來的 那個把它列為南海豬島 那個是可以 那個可以 我認為那個文字稍微修飾一下 大家研究一下 我認為是可行 所以我還是支持親民黨的版本 好 來 各位 你現在沒說過你先講 好來 好來 那個 基本上我也認同 用親民黨的版本 來作為一個主要的版本 來做修正 這樣才會更有效率 我支持親民黨版本的基本的論點 就是說我們今天不是在跟他爭辯說 這個仲裁的內文哪一些不合理 哪一些我們不同意 不是在跟他爭辯這個仲裁內文 我們在跟他抗議的是 在爭辯的時候 你不能做這樣的仲裁 把我們的太平島也把它包含進去 今天你是在仲裁 菲律賓所申請的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你把太平島 我們實際佔有的太平島 包括可能包括東沙包括其他的 也把它放進去 這樣子 而且把我們排除在當事人之外 這樣的仲裁 對我們來講是不公平不合理 我們不接受 對他這樣子整體的仲裁案 不尊重我們 不把我們當作當事人 然後把我們所實際佔領的島嶼放進去 對他這樣的仲裁表示抗議 所以是整體對這個仲裁 予以否定跟抗議 而不是在跟他爭辯仲裁文的內容裡面 哪一些我們同意 哪一些我們不同意 所以我支持親民黨的版本 好 剛才針對決議發言 當然我希望說大家 你遇上這樣的事情 這個決議文是要非常有力量的 很力量很清楚的 一概否認這個民進黨版本 第一天你都一定要否認 最後要重生否認 那今天版本 當然他有做修正 再扯到沈水北買一酒 這個時候還在搞這個東西 有一點 第一點 無論就歷史或地以國際法而言 這些都爭議就 好 我現在說民進黨版本很簡單 大家要來想看看 頭一點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 這個當然不接受 我們要強調我們的國家的潛力 以及海洋的潛力 這個要很清楚 堅持國家立場 第二個 董哥也沒有搖槍爛 所以說不計國際耶穌議 任何耶穌議 第三個 我們不支持 以無力解決 這個有很多立場上 而且透過多邊協定的和平基礎上 大家來重新談這個問題 好 第四個 我們還是一再重申 重申這個 這個是 對於選舉國家立場 我們一再也不承認 我想這個很清楚 你再去捨 嚴肅很多 這不是在重新談論是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是說 立法院立場 很清楚就是這樣 這清楚的基礎 大家都知道 這個基礎 還要描述 歷史因素 知道嗎 這也不要說 說這個文 一定是親民黨 這個基礎提出來了 要找找想 這不是合謂 先說最贏的 用這個文去修 你用這個 這不是合謂的 先說 因為這個文 像我講的 這個文是他有程序走上來的 這個文跟民進黨拿出來 這個文最大不一樣的就是說 這個文從頭到尾就否定了 國際裁判 海牙的這個國際判決嘛 這個文是說 你為什麼不來爭訊我的意見 你為什麼不讓我參與 你根本不需要在他的判決的內容去打轉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就已經 就已經否定他了 因為他也不可能會承認我們嘛 這個文 你安裝修 你把我們親民黨拿掉都沒關係 用這個文才會 今天才會有共識 今天沒有共識的話 今天議會就乾脆了 我們今天六個在這裡爬開的 我講這個 共識本來就是 郭東東不落名 不要把民進黨拿掉了 他也不行 我想程序還是要釐清 協商的時候聲明 各黨團應該還是可以提對案 沒有什麼說 誰先提 就只能在上面做修改 我想這個應該要釐清吧 我想這個是應該很清楚 第二個 如果大家對這個決議文的層次 看法不一樣 像我們是比較支持民進黨這個版本 那是不是 要不要大家帶回去再看一下 因為今天這麼多案子 六百多個 三百多還六百多個 這個修正動 這個變更議程 還要怎樣 對啊 我們要不要大家帶回去再討論一下 然後我們再來 對 否則今天 我們也認為要有聲明啦 只是說你現在層次差別 親民黨的確他們是走程序 然後他們是最早提出來 而且走完程序的 那今天其實大家各黨都在 我們互相尊重一下 那親民黨其實他們真的是 最早提出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那我是建議 是不是就以親民黨的版本為基礎 大家來加意見嗎 這樣其實是總要有一個版本 才可以開始討論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決定今天到底要不要發共同聲明 如果要的話 那當然就是我們現在必須 討論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方式 要不然待會兒開始 剛剛柯總剛才說 待會兒開始 就不可能再有什麼共同聲明 就走議事程序 剛剛院長也講了 就今天要報告事項 其實民進黨 其實時代力量本來也有準備一個版本 那我們想說 既然親民黨有 民黨也有 我們就尊重 所以我們也是努力希望讓這個聲明能 所以我們把我們版本就hold住了 那就我們版本的距離 其實民黨跟我們的距離比較接近 所以我們會支持民黨的版本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大家在層次上沒有共識 那是不是真的帶回去討論一下 因為下禮拜又要開臨時會 也可以發聲明 這個 後禮拜沒關係喔 我們也是有版本 可是為了讓這個進行順利 我們還是hold住 共同聲明只是立法院 我們一個立場 那我們不可能包山包海 每週都想到 只是把我們的立場清楚的對外界表達 應該已經達到這個效果了 要達到效果了 嗯 再來 再等一下 怎麼看你 不好意思 好 我覺得應該今天要有一個聲明 那我認為其實各黨的意見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在台灣各黨都那麼接近的一個議題 如果還沒有辦法 擬定一個共同聲明 其他的議題 我就不知道要如何取得共識 所以今天我希望 我們是期待說 這個有一個共同聲明出來 因為他也有他的時效性 急迫性 然後我們又很難得的可以凝聚 大家共同 其實共識是很明顯的 大家都可以感覺出來 只是在有一些字眼上面 那我同意說用親民黨的版本 然後再把它簡化 因為親民黨版本的比較長 那詳細的描述的細節比較多 那細節描述的越多 當然就會比較會有一些彼此的一些爭議在裡面 所以民進黨的版本看起來是比較簡明 那我覺得是可以按照親民黨的版本 然後來朝一個更簡短有力 但是精神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這樣的共同聲明來做 謝謝 好來 黃委員 其實只要能夠有共同的立場 我們也贊成今天就你一個共同聲明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剛剛永明講的重點是說 你現在這些文字大家花了這麼多時間在那邊討論 那今天中華的議案都沒討論 那你總要給說大家有什麼文字修改的意見 你在那邊瞧 我記得我們前幾天在 前幾次在討論聲明的時候 大家有個意見說那邊吵來吵去 那聲明的文字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收斂嘛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具體建議說 今天的議程我們該進行的 就還是要進行啦 那第二個部分就文字的修正 是不是各黨團派一個代表 那大家就文字修正的部分 來具體的把它Narrow down 那到都可以的時候 院長你還是可以隨時召集協商嗎 要不然我剛下去看 下面全部都在休息嘛 因為現在在進行黨團協商 為了這個案子讓其他的事情 通通都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這樣子啦 這個 柯總召 我覺得剛才黃國昌委員的建議 我覺得也有道理啦 就是各黨團 推派一個人 然後針對文字的部分 是要以親民黨團的文字做基礎來做修正 那下午兩點半我們開會 之前我們就先讀這個共同聲明也可以 那我們就有大概三四個小時的時間去整合 那只要推派的代表 同意這個文字 那黨團當然就沒有意見嘛 不然你現在要叫他刪什麼 增加什麼 大家都亂個個啦 對啦 齁 我跟你講齁 就照你們的版本內容怎麼修研究 以你們版本為主啦 好啦 剛才不是講過 就是再請親民黨來召集 以各黨團退派一個人 然後以親民黨的黨團 參考其他黨團的文件 來修正這個文字 希望在兩點半之前把文件修好 這樣好不好 現在就退派 所以現在就退派啊 你就可以開始召集 好了我們就宣布啦 這個可以啦 其實 我們也有想法 那個人還被授權 授權授權 來民進黨是誰 劉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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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來 黨團 退派誰 我們就那個江啟成 江啟成 江委員 你們呢 好 許永明許委員 那黃軍你自己來召集齁 我們先委員看好不好 看完以後幫我們 我們 好 你們就不一定在這裡啦 你們四個要到另外的會議場所也沒有關係 你們在會場裡面也可以啦 文化文字 小先愛委員會 好 委員會看哪一個委員會 沒有啊 這個如果 取得共識料 啊 國民黨拿那個 藏那個 拿給你那個 那個 除了啊 你 昨天他不是 拿提給院長嗎 沒有 國情報告的啊 國情報告是等一下要討論的議題啊 等一下要討論的議題 對啊 所以 好第一個案子喔 第一個案子 南海仲裁喔 關於親民黨提出的 立法院發表共同聲明 我們決定如下喔 請各黨團推派一人 啊 民進黨黨團由劉世凡委員 國民黨黨團由江啟成委員 啊 時代力量黨團由習永明委員 由親民黨黨團啊 啊 總召李宏金委員來擔任召集人 以兩點半之前 將 好 好 一點以前 好 一下午1點 一下午1點 召集 啊 協商會議 來 將 共同聲明的內容 做一個定案 你要等他召集 把他們通知就好了 沒有啦 現在大家說好 好 好 地點101啦 你們要在101下午1點喔 會記得喔 主席 我先說就好嗎 這樣 我們今天停程序啦 這個放在旁邊 待會兒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待會兒變得怎麼樣 大家心裡有敵 程序進行下去的時候 你如果1點弄出來 你要在什麼程序裡面去先讀這個 在哪個程序上 部長 什麼地方可以 什麼地方可以來宣讀這個共同聲明 廣場去宣讀還是在哪來宣讀 我報告一下 因為這裡面有兩件事啦 第一件事情是 就是剛剛建民黨團一直在 那個強調的就是說 他們有一個 一般提案的 就是願會要做成決議的案子 我們在一般提案 在討論事項處理的時候 已經進步二讀 交黨團協商 那昨天有協商 所以他們現在以這個為基礎 如果是要處理親民黨的這個案子 在變更議程的時候 因為這次沒有列入討論事項 要把它列進來以後 才能夠去院會去進行那個討論事項 去做決議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說 如果這一部分我們先不考慮 是用共同聲明的方式來處理 那共同聲明依照我們過去的例子是 當然是有可能是一開會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共識 我們就會處理 如果沒有 我們在報告是 我這裡有一個編更提案 我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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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我了解 我了解 所以我會講說 如果是要處理 一般提案的討論是這樣 那當然就是要這麼處理 那如果不是 我們要用共同聲明的方式 那當然因為 假設我們報告事項有處理 然後處理到討論事項之前 報告事項結束之後 我們通常會在這裡處理協商結論 或者共同聲明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間點是可以 當然 有法度照顧準 對 不是 不可能照顧準 對啦 所以就這樣啦 今天要順一整年 也要多時間 要中間討論下去 怎麼哪有神器 因為怎麼會去大家 好 那這樣很好啊 這樣一定練得到啊 三位以前要處理掉就好了 三位以前把它處理掉 會啊 一點就是要整合內農共識啊 才有一點啊 好 OK 那大家喔 那就在上位之前 那個就是有共識做成的聲明 對對對 還用你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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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有共識啦 一點在101 召集文字的共同聲明的協商 協商完成之後 在上位之前 來宣讀我們的共同聲明 高處長 那個協商 你那個第幾案都可以插進去 好 隨時可以變更 好 這個案就這樣處理 市長啊 你要交代喔 你要交給意思處 101那一點 還是一樣 會會會 我們會會處理 好 議事規則可以隨時插進去嗎 應該是 好 現在我們就是要處理第二案 現在要處理第二案就是 蔡英文總統到立法院國情報告的案子來 好來我們就請大家來進行討論 他們都有標識過意見來開始去討論 好來 我剛才已經表示很清楚嘛 好來 這就是 今天會有一共同聲明嘛 兩件事情是一樣的 好 都市南海結合 好 沒關係 叫醫師成績來 你今天發明報告 今天有辦法處理 處理 國情報告 是要從 你講一下 照這個職業行事法 照這個 憲法 你不敢說你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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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議程最後一天 不是啦 那不敢不接工到那一堆 來 好啦 好 不要受了 這樣啦 這個 一來一來講 那照程序來就好了嘛 不然程序來 應該是最後一天 你怎麼講就對了 你看 你看資源新事法 你如果要 憶解以後才 你那個憶解還是有案來上面 來 憶會多一節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到此為止就好了 來 來從統算 好嗎 好 OK 好來 不是說要亂啦 南海的事件 才發生嘛 這個事情現在是 國人 我想最關注的一個議題 代無疑義 那針對這個 大家是 針對我們政府的態度 之前九二公事 模糊是一個 我們政府的一個策略 那我們還不知道它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但是 針對 南海這件事情 如果還繼續這樣子模糊 國人是很 覺得我們的國家定位到底在哪裡 我的意思就是說 事情有它的急迫性 那我們希望政府給我們 國民一個很明確 訴求一個很明確 我們堅持這個 維護主權的這樣的決心 這樣的訴求 讓國人有信心 那你說 好 我們打開天窗說量化 好了 黨產條例 黨產條例 我們在 臨時會不會處理 怕你如果沒有處理也會處理 我們都知道 處理會過嗎 也會過 絕對會過 但是 現在對 國人的感受來講 黨產處理 那沒關係 這南海事情 沒關係 你這樣說不通嗎 說不通嘛 所以我們提出這樣子 是這樣的訴求嘛 大家參考 好來 我想 我們是立法委員 對社會的 有一個示範作用 就是我們處理事情 要照程序來 今天是議程的最後一天 今天就 退一萬步來講 當然前面這個題 我們都不認同 退一萬步來講 今天就算大家 四黨都同意說 要來邀請 邀請書發出去 這個會議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今天提這個案 小秘書 時間緊迫 所以 這個 時間緊迫 就可以完全不顧程序 也不用不用顧說 今天 今天延長 延會到今天結束 因此會是特定事項 院長可不可以補充一句 剛剛一直說按照程序 跟各位還原一個時間點 是7月12號的傍晚下午5點的時候 才公布的請教各位 我們是7月12號中午開程序委員會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的確是事發突然 而且是重大事項 那我不覺得我們立法院的應變 有到這麼的僵化 過去很多重大的事件 這個柯總召也很資深 遇到重大的事件 只要朝野各黨團 大家可以有一個共識 事實上是可以處理的 沒有硬邦邦到不可處理 好 來 沒有 我只想請教一下程序性的問題 就是我現在有一點confused 就是說 中國國民黨團提這個案子 是希望 立法院今天邀請蔡英文總統來願報告 只是要今天成案嗎 好 那第二個事情是 今天成案 在這個會期的這個時間 如果結束的話 我們下禮拜一 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收到相關的訊息 下禮拜一是不是要針對臨時會開談話會 這個要我要請求 要我們這邊接到請求 下禮拜我再跟你說明 我們現在的臨時會怎麼開 我再 沒有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 我們接下來時間上面的安排 那 第二個事情是 我想要請教一下議事人員 說 今天是7月15號 我們上一次協商 是這個會期到今天為止嗎 那我們今天有可能 透過黨團協商 把會期的時間再延長嗎 因為要處理這麼重大的事件 顯然今天沒辦法處理完嘛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不是在協商 大家都同意說 那就不要說等到7月15號 今天就結束了啊 我們就一路開到看7月29號 還是什麼時候 那既然這個事情這麼緊急 你說立法院今天開完會就要休息 好像也講不過去嘛 因為客觀上面 客觀上面我會覺得說 立法院邀請總統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整個程序上面要做完備 那因此 我大概很難想像說 今天立法院打電話給蔡總統 蔡總統今天下午來 我相信這也不是中國國民黨的本意啦 那從我們 不好意思可以讓我講完話嗎 你們說話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插嘴喔 那如果說好 那今天這個事情很重要 那是不是有邀請總統來的必要等等 那顯然今天處理不完嘛 那如果今天處理不完 大家真的有誠意 是要處理重要的事情 那不是要拖程序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改變討論的方向 討論說是不是這個 這一次的會期就繼續往後演啊 不要到今天就結束啊 那我們就繼續往後演 你把時間的眾生再拉得更多 你把時間的眾生再拉得更多一點 包括很多 今天事實上是有很多公民團體 大家在外面表達很多訴求 有很多很重要的法案喔 可能不是只有說大家討論比較多的 不當當然的處理條例 包括了空污法 包括了選霸法 包括了集位遊行法 今天在立法院外面的團體非常的多嘛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贊成說 南海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動員起來了 也希望今天本院 可以發一個共同的聲明 但是我只是要再強調的說 從總統來立法院這件事情 知識體大 那因為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建立憲政慣例 我希望即使要這樣做 也要把它做好 那這件事情顯然不可能 在今天把它完成啊 如果大家如果有誠意的話 是不是就考慮說 那我們就繼續延會 不要說今天休息嘛 延會也要 我提一下 我想國昌的意思 不是說我們主動要延會 而是如果國民黨提這樣案子 你們同時要考慮到延會的事情 不能說只提這個案子 對不對 不是 臨時會跟延會不一樣嘛 你是資深你也知道嘛 對啊 所以你要總統來 如果你真的是誠心要做這件事 你就要考慮到延會的事情啊 這件事我先說一下 我說一下 我說一下 好 應該是好聽 我們現在說了 我們覺得 李萬宇到底是 怎麼基本的遊戲規則都可以炒成這樣 這不對 今天有延會空間嗎 沒有嘛 我們延會已經已經 已經在延會宣如過了 人家連呼籲的空間都沒有了 下禮拜 市民都會我們就要開臨時會 不管延會臨時會也罷了 針對本案啊 我坦白講 這個 這個我們 有一個結議員出來 蔡總統講話也很清楚 這兩天說 報導媒體 同樣投文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很清楚 另外 外交委員會 已經很會 所以我不會說 要背心一下 差不多 我們大家 要有共同立場 我們是朝央要團結 不然 這事情 老大結文好好寫 好好寫 至於 總統的建政宣傳的關係 我們可以認同 要請總統 剛才委員會講 這一萬步 一萬步 我們大家都好 不然請他來這裡 也沒有程序 所以我們是不是 到這個地方 待會兒去看那些文 我們這樣下下 好 議場 也應該開始進行了吧 好不好 主席 主席啊 我們朝野的各位同仁 我想 我們今天在這裡 朝野協商 當然主要 就是要總統來做 國情報告 就是 只要協商 大家取得一個共識 可以列入 這個討論事項 我認為那個是OK的 但是就是說 今天當然是沒有時間 不可能說要 蔡總統說今天來做報告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今天這樣的程序 邀請下一次 我們臨時會召開的時候 請蔡總統來做報告 第一階段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認同 因為其實很多國人 都在關注這個問題 因為那是關係到我們整個 國家的疆域土地 領土的問題 而且主權 國格這些我認為都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說我認為要是說 蔡總統來做報告 大家會給他掌聲 認為說 要勇於面對 尤其 你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當然 維護我們的疆土 這個是很重要 那 國人都在關注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朝野協商 那朝野協商就是我們提出的 這樣的一個看法 希望能夠列入 這個大家有一個共識 列入討論事項一面 來舉的一個 這個下一次我們臨時會接著開的時候 然後可以來做這個國情報告 好 我想這樣子 今天大概大家都已充分討論 沒有一次黨團學商結隊會 大家都有共識 那基本上 南海仲裁的立法院的決議文這個有共識 那麼針對總統 是不是今天成案邀請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我想還沒有基本的共識 但是沒有共識也沒有關係 因為邀請總統來他是有 有程序的 如果哪一個黨團 要邀請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我們之前的新司法 只要四分之一提案 他就成案 那成案之後 也可以再協商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現在根本是沒有案 我們是要利用協商把它排入 這個整個的議程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有共識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依照正式的提案 提案之後 我們再依照程序來協商會比較有結果 所以這個案子 好 那個主席啊 我想總統這個國情報告來向立法院做報告 我想這個主要也確實是這個重大的一個事項 那因為國人非常高度的來關注這個問題 那我想他到我們這個國會最高的殿堂 民意機關來做報告 也是這個對民意的一個高度尊重 所以說我希望這個蘇院長 在這方面 這個能夠在這方面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怎麼做 好 我們這樣子啦 那臨時會 剛才大家講到臨時會 對 談話會就是要決定臨時會要討論什麼議題 那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不然今天這個大家沒有這樣的共識 所以 我來簡單講幾句 其實這個不可能這樣下去不會有共識 不過我覺得有幾個原則 如果把它講清楚或許會有轉變 這就像以前 以前馬英九要來報告 你民進黨沒有來 現在他要求蔡英文來報告 因為我從來沒有指導 不是喔 不是 當初馬英九來國情報告 是我出場的時候他頭前都不來 他也不答應一問一答 他要來是民進黨不讓他來 聽我講完嘛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畢竟是一個國家的元首 那一個國家的元首我們也要給予高度的尊重 如果真的是要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其實也不是壞事 可是有幾個基本原則 希望他來的人也要把它講清楚 就是說 要給予高度的尊重 然後如果有這個原則 然後呢 他是怎麼樣 就是只有來報告而已 而不是會有備詢的這種狀態 幾個原則如果有講清楚 再去復旦書再去要求 這樣會比較清楚啦 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這個裡面都有規定啦 因為我們不能一直在這邊耗時間啦 我提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啦 就是協商沒有共識 程序上不可能嘛 如果臨時會要做 各位都很資深啊 那是談話會來談啊 看大家有沒有共識 那第二個我要提 就是可能臨時會也不適合 我要提 其實院長召集協商 之前好幾次是預算協商啊 啊 國民黨都不來 今天是你們的案子 你來 你就一定要他怎樣 那預算協商的時候 為什麼不來 我是說協商 如果是院長召集 各黨團還是要有義務要來啊 對不對 你怎麼不能今天 你的案子你要過你就來 然後你其他 你們在野黨跟我們在野黨立場不一樣 你們在野黨是做他的側翼 我們在野黨是認為我們做監視 那針對 那是你的看法啦 好 針對 人民都在看啦 總統的國情報告 你真的是要蔡總統來 還是要幹什麼 今天的學商沒有共識啦 還是要幹什麼 那我們等 要幹什麼 來做鬥爭嘛 有正式提案後 我們再議程序處理啦 好 我們開會到這裡啦 好 好 你要學他就不要來 那你要學他就不要來 奇怪的要不要送你來唷 對啊 奇怪的會 我們還在討論事情 對呀 過關門也是他們在專注管順利 說自己的想法 可以 護罪 來 民旗 我們一見的目的只有在黨 黨所 做長 那麼清楚 哪裡有去都不搞 總告我這些先收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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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